72岁高龄的老牌歌手谭永民 频频出席网红婚礼捞金 饱刀不老的谭校长在这种场合 最爱的就是一生中 最爱和讲不出再见两首经典金曲 因为出席活动的表演者 大多数都是网红 大家纷纷在线吐槽 早已贵为歌坛巨星的谭永民 参加这种活动未免也太过落魄和掉价 谭永民达到的高度 纵观香港歌坛乃至两岸三地 整个华语歌坛恐怕都少有人能及 他开演唱会的时候 连歌神张学友都买不上票 只好搭上人情来当助唱嘉宾 时过境迁 谭永林已经很 久没有推出新的音乐作品 20世纪80年代 谭永林是观众心中最受 欢迎的男歌手之一 很多曲目至今依旧传唱度很高 在音乐上魅力无限的谭永林 感情生活上却一直被人诟病 谭永林公开第二位太太的存在之后 原配妻子杨洁威伤心欲绝 最终顿入空门 1950年谭永林出生于香港 从小就对音乐十分感兴趣 大学时期 酷爱音乐的谭永林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不仅常常登上学校的舞台 还在酒吧收获了不少忠实粉丝 彼时的杨洁威正直青春 长相甜美可爱 身材出众 性格也很活泼 1974年年轻的杨洁威在一家夜总会 遇到了当时年仅24岁的谭永林 谭永林与杨洁威一见如故 几次接触之后都感受到了彼此的心意 那时的杨洁威怎么也不会想到 若干年后 谭永林会成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只是在认识的当下 两个年轻人会有好感 留了联系方式之后 私下经常联系 没过多久两人成了恋人 事实上谭永林还是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大男孩 但杨洁威非但没有嫌弃 一穷二白的谭永林 反而尽全力地 给予他事业上的支持和帮助 值得欣慰的是 谭永林凭借极具特色的唱腔和台风 音乐事业很快步入正轨 又恰好当时的谭永林和陈友 彭建兴 叶志强 钟正涛 组建温拿乐队 原本是化妆品公司美容顾问的杨洁威辞去工作 做起了谭永林的助理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谭永林 杨洁威学习了舞蹈设计 舞美编排 灯光调度 包办了谭永林开演唱会 拍电影 拍广告的形象设计 并且随着谭永林的事业一年比一年好 谭永林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很有理财能力的杨洁威帮谭永林理财 让谭永林赚得盆满钵满 只是当谭永林在外面风光无限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杨洁威是他的女朋友 为了不影响处于上升期的谭永林的事业 杨洁威选择了默默的 做谭永林背后的女人 1981年 小有成就的谭永林低调迎娶杨洁威 他们没有办婚礼 没有通知朋友 考虑到工作太过忙碌 两人相约不要孩子做个丁克 当杨洁威意外怀孕之后 他们选择打掉孩子 作为谭永林的妻子 杨洁威依旧保持着结婚前的低调和朴实 全心全意做好谭永林的嫌内住 然而身在娱乐圈 从一而终这个词似乎很难实现 1993年 杨洁威的父亲去世 谭永林的这段婚姻才被大众知晓 当时的杨洁威担心 他和谭永林的夫妻关系曝光之后 会影响谭永林的事业 因此并不太愿意谭永林的名字出现在复告上 但是杨洁威的母亲认为 在这么大的事情上 女婿的名字必须出现 最终谭永林的名字出现在杨洁威父亲的复告上 消息立马传遍了全城 引起了全港热议 不过这对于杨洁威而言也算是件好事 毕竟从此以后 他可以和谭永林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两年后 谭永林变了 1995年 谭永林在粉丝聚会上 认识了比自己小22岁的女粉丝朱永婷 两人很聊得来 逐渐发展成为情人的关系 彼时的朱永婷年轻貌美 还不到20岁 在谭永林看来 和朱永婷的相处总是让他倍感轻松 当朱永婷成为谭永林的秘密情人之后 谭永林就承担起朱永婷的学费和生活费 朱永婷也是个情商很高的女孩 每当谭永林打电话与她倾诉的时候 朱永婷总是会耐心地安慰 开导谭永林 这或许是上谭永林对她最为着迷的地方 一年之后 朱永婷怀孕了 朱永婷询问谭永林 是否要将孩子生下来 谭永林决定让这个孩子来到人间 这一年她的儿子谭晓峰出生 即便是这样 朱永婷也没有向谭永林所求名分 这让谭永林感到有些愧疚 但儿子的出生让谭永林十分高兴 同时她也知道她有秘密情人 和私生子的事情瞒不下去了 谭永林并没有隐瞒 向杨洁威坦白了一切 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 朱永婷和私生子的存在 对于谭永林来说 这样的坦白让她的愧疚感得到减轻 但对于杨洁威而言 却是痛苦的开始 杨洁威大骂谭永林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谭永林在外面有女人和孩子 已经成为了无法改变的事实 杨洁威也是位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不忍看到孩子小小年纪 就没有父亲的关爱 于是便默许了朱永婷和私生子的存在 谭永林也自知对不起杨洁威 她将家产交由杨洁威管理 据港媒报道有实意 而她让朱永婷带孩子 她不让杨洁威和朱永婷见面 杨洁威本以为只要一直隐忍下去 谭永林至少还是自己的丈夫 她的家庭就还是完整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谭永林主动自曝家丑 还频繁地将朱永婷带在身边 出席重要场合 然而到了2006年3月 谭永林的父亲谭江博去世 谭永林必须考虑到 是否让朱永婷和谭晓峰的名字 出现在父亲的复告上 经过慎重考虑 谭永林决定公开朱永婷和谭晓峰的身份 让谭晓峰认祖归宗 谭永林对媒体说 我明白大家将焦点集中在我的家世上 但这不是一场秀或一场戏 我是有个儿子 他叫谭晓峰 我有个老婆杨洁威 还有个知己朱永婷 他俩都好辛苦 都受了很多委屈 我想为老爸留后代 又或是一己私欲 想留骨肉给自己 可是演变成今日的地步 我与身边每一个人都好辛苦 对他俩更是深感歉意 虽然谭永林嘴里说着 对杨洁威和朱永婷都有歉意 但媒体经常拍到他和朱永婷 谭晓峰在一起 而港媒拍到的杨洁威不是一个人 就是和亲友在一起 非常的落寞 杨洁威意识到 自己的丈夫彻底被抢走了 心如死灰 在2007年冬至 作为谭永林的合法妻子 谭永林已经不带杨洁威和母亲一起过冬至 而是带着朱永婷谭晓峰 让杨洁威更加心碎的是 谭永林对外界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之间只有恩情没有爱情 杨洁威怎么也想不到 从恋爱到结婚 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在谭永林眼中竟然不是爱情 2008年失望至极的杨洁威 选择步入空门 远离感情上的纷纷扰扰 不过对此 谭永林直接否认了 他坦言家里没有人出家 妻子在寺庙里只是为了做义工 而朱永婷还负责打理 谭永林的经济工作和演艺事业 可以说是一直在谭永林背后支持他 大人犯下的错误 不应该由下一代来承担 谭永林的私生子谭晓峰 在父母的关爱下健康成长 如今已经长成一个帅小伙 最让谭永林引以为傲的是 谭晓峰的成绩非常优异 成功地考入牛津大学 并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 此外谭晓峰继承了谭永林的音乐天赋 钢琴吉他样样在行 完全是别人家的小孩 谭永林虽然没能 很好地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 但和朱永婷共同培养出一个 十分优秀的儿子 如今这个孩子也是全家的骄傲 对于杨洁威 在替他感到不值的同时 也只能祝福他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现在谭永林依旧坚持歌手事业发展 有时还会跑跑商演 不管台下是否有热情的观众 他依旧坚持激情演出 甚至是座位空空如也也不在意 如今72岁的谭永林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则内容 他透露自己在前一天打了疫苗 因为感觉良好 所以一大早就去跑步 同时还附上了运动时的照片 同时谭永林也告知大家 该行为是因缘而异的 大家不要随便学 谭永林酷爱户外运动 常约上三五好友一同跑步 感受活动在大自然中的乐趣 他还与周润发 李克勤 肖正南相约一起跑步 还组建了跑步队伍 可见都很重视运动 不仅如此 他对个人生活也先少公开 尽可能递而不谈 前段时间 谭永林还晒出了温娜乐队聚在一起 重唱当年经典歌曲的视频 钟振涛也罕见露面 乐队成员们聚在一起 给观众带来了一波回忆沙 当年谭永林刚出道不久 就与几位好友组建了温娜乐队 后来钟振涛的加入 让温娜乐队一时间火遍乐坛 五位成员也有着响亮的名号 温娜无虎 不过温娜乐队最终还是选择各自单飞 谭永林也开始影视音乐双期 在华语乐坛鼎盛时期 谭永林推出了众多经典曲目 时至今日《水中花》等老歌仍百听不厌 时过境迁 谭永林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的音乐作品 但谭永林并没有退出音乐圈 近些年不断与后辈们同台对歌 录制综艺 如今的谭永林饱到未老 唱功依旧在线 而且平日里 他还会经常与圈内好友相聚 去年年底 谭永林还和众多好友 相聚在钟正涛的豪宅 众人在一起吃饭玩音乐 关系非常亲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